管级的员工 其实呢他是因为家人先染疫 然后呢他当然就被匡列要隔离 不过呢就在隔离期满之前 他做了一次PCR采检 没想到这回居然阳性确诊了 这下子必须去匡列他之前接触过的所有人 多达15个都必须要进行采检 松霍远拿着货物进到大楼内 这里位在新北市领口的广达总公司 周五上半日运作正常 不过却传出有主管确诊 广达电脑有某位员工 因为家庭的成员有人确诊 那他也因此居家隔离 这名个案是广达领宏总部的主管 他是台北人 因为家人在7月2号确诊 他立即通报公司也同步开始居家隔离 3号做PCR检测 结果是阴性直到15号即将结束隔离时 二度裁检 竟然变成阳性 公司接到消息立刻扩大狂烈 个案7月2号前相关接触者都要密切追踪 其中包含董事长林百里的得力大将杨琴令 也在居家隔离名单中 虽然我们不同容 可是对 也不知道说他们那一栋会不会走到我们广达 去年广达林口总部就爆发女员工确诊 如今又传出高层居家隔离后 裁检阳性 上个月14号因为桃园市雇安计划 广达656名移工进行筛检 都是阴性 但并没有针对台籍员工 如今再有员工确诊还是主管级桃园市府持续追踪疫调 那不过广达电脑的部分 那么已经匡列15个人 那PCR检测的结果是13个都是阴性 另外两个正在等待结果 桃园市卫生局16号一早接到台北市通知消息 也前往了解最新状况 广达内部已经进行自主清销 市府将密切追踪相关检验结果 三地新闻张玉杰罗佩宇桃园采访报道